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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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在香港有人成立了劍球協會 積極推廣這項運動 今天就問問創辦人 如何做到一球入魂 今天來到學校 因為我們要討論 關於一個劍球的運動 而說到劍球的運動 當然要請到號場 不如你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 花式劍球協會的號場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一起學花式劍球 這個劍球其實是甚麼運動 不如介紹一下 其實劍球是來自日本的傳統運動 已經有很多年歷史 近幾年成為一種競技運動 在香港推廣 當初你為何會學劍球這個運動 最開始如何接觸到劍球 其實很有趣 是走過一些10元店 看到一些擺設 覺得很有趣 我就買回來玩 直到有個朋友跟我說 這件事叫劍球 有些正確的比賽款式 當時開始買回來 現在已經玩了十多年 當初你學劍球 有遇到甚麼很困難的事嗎 我一開始學劍球 其實真的很困難 因為只有一本日文的說明書 我又看不明白 以前學的花式在香港 我們學是口意相傳的 你要找一個朋友 認識那招就教你那招 大家都不認識那招 要再找方法 而近幾年就很好 開始有些協會推廣 例如香港甚至外國也很普及 玩劍球的好處是甚麼 其實它有很少的空間 便可以玩到這個劍球 你去到哪裡都可以帶著去玩 可能你外出玩也可以 在家裡練習也可以 你有甚麼場地限制 所以劍球也是很適合香港人玩的運動 有否說學生的歲數 是由多少歲至多少歲的範圍 學習劍球的學生 我教過最小是K3 最大是80多歲的長者 有否說是K3 他們學習的時候會特別困難 我覺得教K3的小朋友 跟教長者比較相似 因為他們可能手部不太靈活 我們學習的花式也會有些調整 例如一些不需要很大動作的 讓他們可以簡單一點 去完成那個動作 又可以拿到劍球的樂趣 我們曾經舉辦過一個比賽 那些花式是怎樣的 就是在招募我們香港的學生 甚至國外的朋友 也有一些老朋友 他們都會說 我也想到一些花式 不如我們就創作比賽動作吧 他們也玩得很開心 我們曾經試過參與比賽的最大年紀 差不多是80歲左右 他那次是跟孫子一起參加比賽 我們還特意安排他們的孫子 跟孫子一起參加比賽 這個故事很特別 長者的自創招式又是怎樣的 曾經我們招募過長者的自創花式 就是我們會把劍球插入針中 他的自創花式就是需要把球 把繩子拋高在天上 然後再把棍插入針中 所以難度就會高很多 聽起來也很難 那你如何協助長者進行這件事 例如長者上課時 他們的耐力沒有那麼長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安排 可以讓他們坐著去練花式 去做一些熱身 還有我們上課的時間會縮短一點 讓他們可以精靜一點去做上課 如果對於初學學者有甚麼困難 我覺得最困難的 對他們來說可能是膝蓋不好 所以他們有很多蹲下起床的動作 我們會抽走 我們會讓他們做一些比較定點的動作 不需要不斷蹲下起床去做 可能只是用普通簡單拋接的動作 這樣讓他們做 那可否給你一些提示 究竟學劍球有甚麼要注意 其實我覺得器材是很大影響的 首先,你一定要選一個合適的劍球 否則他們可能會在學習的過程 很快就會放棄 因為會沒甚麼信心 而且因為市面上有些劍球 是專門讓初學者容易掌握 所以我覺得先由簡單的劍球學習 之後慢慢用比賽的劍球 就會學得更快 浩祥,我也知道你今天帶了一個 重要人物來 沒錯,就是跟我們合作無間的 一個重要級人物 馬上邀請他來,好嗎 好 今天可以邀請到校長 跟我們一起做這個動作 校長,你好 你好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五一工商總會學校 黃錦耀校長 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興趣和才能 只要提供機會 他們一定能夠發展潛能 所以一直以來 學校都提供多元化的活動 給學生參與 我們的老師也鼓勵和支持學生參與 讓他們能夠在學習當中 爭取更多的體驗 但為何當初會選擇劍球 離開這個劍球班的一向 劍球雖然不是主流的運動 但它是一個很有趣的運動 因為它能夠培養學生不同的才能 包括創造力、想像力等等 亦是劍球沒有時間和空間所限 學生可以因應不同的場地 能夠進行練習 學生的反應是怎樣的 我覺得學生很熱愛劍球這個運動 很多時我在小式、午式、科學時 看到學生都不斷爭取時間去練習 透過劍球 也看到他們的自信不斷提升 學生參與劍球在舞台上表演 我發現他們表演和平日的 很文靜、很害羞的一面 就是判若兩人 所以我覺得劍球 是大大提高學生的自信心 有否說哪個年級的學生 參與度是最多、最踴躍的 其實每個年級都有 因為我們學校發展這個劍球 是全校普及化的 由一年級至六年級的同學 也有機會參與檢球運動 我看到不同年級的學生 也很著弱地進行練習 除了學生之外 好像還有其他人都可以一起參與 沒錯 我們有家長和老師 其實也一直在參與檢球運動 除了開檢球班 令學生有得著之外 你們有甚麼改變的看法或得著 其實由檢球運動 也提供學生多元化 發展潛能的機會 在接下來也會有一個大的發展 我們參與國際啟發潛能 教育聯盟的會員學校 所以我們在下午的時段 都引入一個啟發潛能的課程 當中包括有生涯規劃 生命教育、STEM教育 也有剛才說的多元的活動 包括譬如劍球和跳繩等等 目的都是透過一些有系統的練習和訓練 讓學生可以全面地提高他們的自信心 可以提高他們的多元發展一面 亦可以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看到學生上了這個檢球班後 有否覺得他們有甚麼不同 有甚麼改變 最開始我認識一些小朋友 他們可能比較害羞 有時候我有問題,會叫他們回答 他們也不敢舉手發問 但玩耍後,他們可能會開始喜歡這件事 他們會想知道更多 所以他們會很主動 例如我們上課時 會邀請他們 有否跟我要上台示範 每個人都衝上來 就說我要表演 令我覺得很不一樣的一面 除了之外 跟家長的關係有否不同了 跟家長的關係也會有不同 為甚麼呢 以前我對的只是學生 其實家長可能不知道 學生平時練習的過程 這次很好的學校 有機會可以讓我們跟家長一起上課 家長會覺得 原來小朋友每天練習這件事 真的有一個難度 而且他們也會欣賞小朋友多了 就覺得原來真的很難 而他們又真的能做到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小朋友 跟家長他們一個… 可以促進他們的關係 對,我覺得是透過劍球這個運動 可以拉近學生和家長之間的關係 因為很多時候 學生在玩劍球時 家長都從旁 說劍球是怎樣的 我也要試試 家長就知道劍球原來不太容易玩 家長又看到學生的進步 從而真的很欣賞自己的小朋友 原來他這麼有毅力 這麼能夠專注 所以這裡也能令我們家長和學生的關係 更加融合 有甚麼深刻難忘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我曾經遇過一位學生 聽聞他在學校 平時真的不說話 自從他接觸劍球後 他的同學就發現 原來他有這方面的才華 他在表演的時間 就好像被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覺 一到這個舞台的時候 就全部不同了 令他有自信心 這就是之前在學校 獲得很多獎的湯小琪同學 所以我覺得原來劍球 真的可以幫到他們 謝謝校長的訪問 不用客氣 BGM 校長 話那麼快我手上有一個劍球 大家能看得出 證明我這個劍球世界盃之路 正在邁向,對吧 對,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做一點熱身 因為劍球最多動作 就是我們的手指和腳 我們可以先鬆鬆手指 這樣鬆鬆… 鬆完手後,再鬆一下腳 那我做了多久嗎 做了多久?每邊做四、五下 四、五下,好… 我看你急不及待,開始了 好,來 好,開始前,我們先學習如何握劍球 我們做一個好的手勢 好的手勢 然後反轉,三隻手指托著底部 兩隻手指捉著劍身 像我這樣,橫向 好,在線順著的那邊 對,手指在底部 好,對 這個叫做大銘手勢 線會向著自己 對,我們開始做的動作前 先把球放上來 因為平時我們不會用棍子來接東西 我們習慣一下,用棍子來接球 是否正常這樣 對於一個錯誤 如果你這一刻也接不到的話 就不正常了 就不正常了 拿起球,放下來 好,小力就可以了 不要太高 好 你可以放鬆一點 手可以放低一點 拿起,放下來 你可以嘗試再高一點 好,就越來越高地嘗試 對 我這個球高了,這個也高了 對 即是感受一下怎樣射力 要學會怎樣射力 也不錯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 要用我們的身體大動 有一點蹲下起床 起床時拋起球 對,不錯 你會發覺球有時掉下來 會彈走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射力 或者高度太高 你就會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力度 去做這個動作 我想問一下 我現在擺放的這個位置 它叫甚麼 這個叫大鳴 對,就是這麼多位置 最大的一個位置 所以下面的… 這個叫細鳴 這個叫細鳴,這個叫大鳴 這個位置呢 就叫中鳴 中鳴,明白 這個劍尖又沒有用 這個就叫劍尖 就是劍尖,明白 再試一次 好 蹲下起床高 對,完成了 好,我們正式開始做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動作 這個叫大鳴 我們先把球放下來 好 然後就像剛才這樣 蹲下起床,拉球上來大鳴 好,你… 加油 就是 手可以放低一點 其實好像挺困難 一開始有點難度 好,來吧 成功 我剛才試過 是我的手不太需要動 成功 是那一刻用力 令球彈起 要用身體帶動 對 球會自然放在劍上 好,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晉級了 反轉後面 好 這個就是小鳴 明白 但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為何這條線較長 有否有影響 還是這個劍是怎樣的 我以長度來說是個人喜好 有些人喜歡長一點 有些人喜歡短一點 為何我們會用長一點 就是到後期你沒有那麼綁手 方便我們做一些花式 你現在試試小鳴 明白,好 好,開始了 好,低一點 有些天分 有些天分 不錯 不錯 剛才熱身,所以現在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到了第三關 第三關?好 第三關,我們先放下球 明白 然後把它扭過來中間 是,中鳴了… 好,我示範一次 準備,1、2、3 到你了 好,手指的握法跟頭部一樣 一模一樣,其實我們沒有變過 明白 只不過把它從這個位置 只是容易過來 好…先調整一下 這樣嗎 好,對 好 準備,開始 記住,不可以向前 要向上的,保持前 向後也不好 向後就打到自己了 就在這一刻 不錯,不錯 不錯… 好,接下來這個難度較高 我們只能捉住尖尖 是 這個花式叫蠟燭 蠟燭 好,那我們先放下球 剛才…想問一下 剛才那三個 大鳴、小鳴和中鳴 是一個最基本的動作 好,所以現在就到了中級 蠟燭… 蠟燭也是… 都是初級的 都是初級的,我們親手的 頭十個動作 好 現在捉住尖尖 好 把它拉到中鳴 好,開始了 你會發覺原來握在不同的位置 發力也會有影響 就會難度高了 而且現在的控制會更難 對… 可能只塞三隻手指 這樣… 好,來吧 成功了 對,好像… 接下來會教你最難的一個花式 就是初學中最高難度 是 劍球有球洞 是 我們的目標是 要把它拉起來 插花圍 如果你成功了 就可以挑戰一些高難度花式 是否可以去世界盃 沒錯 真的嗎?好的 好 握上一點 對,這樣捉住 先放好球 球不能動 然後垂直向上拉起 插進去就可以了 好,我先試試 刀片了 對,因為你拉的時候 你不能影響球 因為如果它歪了一點 你就進不了 好,就是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控制 拉上來的球 不能歪,又要上來 還要剛好去到球 通常我們第二課才學這招 如果你今天第一天就完成 那你就真的要加入我們的協會 這樣不行 會否可以教輸 就是這次了 好,試試吧,來吧 差一點… 好 好,教你一個方法 是,會比較簡單 好 做之前我們先轉一轉球 它會比較穩定 各位觀眾 就是這次 是 這一下,不就是這一下 即一下而已 好,這個已經是… 你已經學了基礎的五個動作 對,第五個動作 好,我們事不宜遲來第六個動作 對,第六個動作 也是一個基礎的發射 但這次我們會將它 反過來,用球來玩 然後要握著棍 我們拿著球嘴嗎 插進去 好 首先那個洞在上面 然後左手握著棍 好 確保穩定後,就放手 拉進來 好像很容易 對 好,試試… 這個叫飛行機 飛行機,好,第六招 飛行機,好 我放手就可以了 對 為甚麼 拉它回來 好… 對 需要往後一點嗎 對 左手放手後,右手握著它 好… 開始 要近一點… 要少許 對,手可以放低一點 好,由這裡開始 經常都情不自地拿著球 對 所以要拿起來,放得低 好,沒問題,學會了 對 近一點,再放低一點 而且你不要接機,拉它回來 好 它飛過來 那你正式可以參加我們的比賽花式 雖然綠椒很快完成 但那個快也要三小時 其實比我想像中是困難的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劍球的活動 要做到真的能碰到小鳴、大鳴 甚至是中鳴,其實也挺困難的 我自己覺得最困難的 就是剛才這一刻 這刻是劍 用力令劍插進球裡 這是我最困難的 我困難的位置就是要平衡 因為首先你要很平衡、很安靜 才可以對準到 所以我覺得秘訣是冷靜一點 不要太亂,其實應該可以了 在我身邊有浩祥的兩位學生 你們好,不如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歐子榮,我今年讀一年班 學了二十堂劍球班 我叫May,我是子榮的婆婆 我學了三堂 因為我覺得學劍球 因為我們那個年紀沒有這些玩 我覺得挺有新鮮感 所以想學習跟她一起玩 一樣藝術的東西 那妹妹為何當初會想學劍球 因為我很開心可以學到 因為你很開心 學劍球可以有一種新的玩法遊戲 是嗎 是 我也是,我覺得她挺有挑戰性 可以在哪裡玩,在家裡也可以 在哪裡也可以玩 又可以跟她一起玩一樣東西 增進我們的多國關係比較好 劍球帶給你甚麼挑戰和好玩的地方 好玩就是我跟她一起可以玩到 挑戰就是因為我覺得她的專注力 要很專注 還有很多花式 玩到可以讓她的專注力更好 因為她本身的專注力不足 跟她一起玩 就可以令她可以集中精神玩 而且玩到的時候,她的成功感很開心 我跟她一起有這種玩法 我們的溝通比較好 上課的時候有發生過甚麼難忘事嗎 有甚麼難忘事嗎 你有甚麼難忘事嗎 有嗎 沒有嗎 你不是說很開心嗎 很開心 對,很開心 開心也很難忘 May覺得呢 我覺得跟家長一起玩 當你失敗的時候 大家互相鼓勵 互相幫忙,一定可以的 當你玩到的時候 你就會很開心 大家一起鼓勵,覺得很好 有否覺得孫女接觸了劍球之後 有甚麼不同 有甚麼不同?自信心變大了 因為平時她很多東西都不行 她就很生氣 因為她的情緒比較大 當她玩到時,她的滿足感 她很開心跟她一起分享 我覺得這件事變了 希望令她的集中力更好 對於你來說 有甚麼不同的改變嗎 不同的改變?可以跟她一起 我自己又可以有一點東西給我… 因為以我們這種年紀 有一點東西讓我玩到的話 我的滿足感也很大 我覺得原來我也可以玩到這件事 不只是年輕人玩到,我們也可以 謝謝May和子榮的參與 好 繼續加油吧 好 一定可以成功的